毫不夸张地说 越南女人摸鱼摸出了新的天花板 在国内没几个男女敢这样 男人在船上看女人摸鱼 女人穿着花裤衩就开干活 你们知道为什么是女的下河摸鱼吗 她们有种吃法更让人目瞪口呆 日本的刺身在越南吃法面前都是小弟弟 今天又是为全家人寻找鱼和美好的一天 小美一大早睡醒就坐着小船来到河里 出门太激动连睡衣都没有换 看到这很多人一问墨鱼还打扮 也为越南女人爱美之心 即使到泥潭里捉鱼都是穿着裙子 很花心思打扮自己 由于小美在农村长大的员工 她是一点不嫌弃这泥泞的环境 反倒很享受这种亲夫的感觉 在越南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 越南女人在家里地位很低 辛苦劳作任劳人员 这一切让越南女人更想远嫁 那么为什么越南女人的选择 不偏向中国男人呢 快爱他你身边那个不会摸鱼的朋友一起看看吧 看到河水这么浑浊 估计是个男的 大部分人也不敢这样摸鱼 在这样浑浊的河流里 一般寄生虫和马皇较多 但是他们并不胆怯 如果运气不好 可能还会被水蛇亲上一口 今天的太阳非常的大 小美戴着草帽防止晒黑 她在河里非常享受摸鱼之旅 她沿着河边摸 爬到草丛里面两腿一身 鱼就被抓住了 也有杠精说这样不可能摸到鱼 但看着眼前小美摸起来的几条鱼 不得不承认小美还是掌握了一些技巧 屏幕前的你 觉着这样的方法能摸到鱼吗 接下来看看小美的摸鱼抓下技巧吧 如果你是船上的那个男人 你会选择继续观望还是怎么做 在越南 这样全家人席地而坐的名场面 然后将鱼倒进盆里面养着 你知道是什么操作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好了 点赞 转发 关注 带你看不一样的世界 下期更精彩